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万GP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生成视频的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之前给大家发过几款类似的项目 比方说这个 通一万象2.1 然后回源视频 这个好像没发 这可能是显存占用太高 然后这个是LTX video 这个他应该是写错了 那么这三个项目也是我们目前常用的生成视频的项目 他今天万GP这个项目 他集成了这三个项目所有的模型 意思就是说我使用这一个项目 那么就可以体验了所有的三个项目的功能 以及这个所有的模型 这个项目的全部支持 就一个等于三个 那么这个项目的优点就在于他支持这个低显存 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基于这个显存2.1这个项目 他支持这个低显存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支持这个旧版的GPU 10系的、20系的也能用 然后什么非常快的乱七八的 这也就不看了 这个项目更新的非常的快 下面就不说了 看这个今天的包 那我们今天的包呢给大家是两个包 这个包呢小一点 11.5G啊 这里面是没有模型的包 这个是带模型的 50个G啊 打拨了其中的两个模型啊 因为他这个支持三个项目嘛 对吧 大家看到了啊 三个项目里面呢 他模型非常的多 所以我这边呢也不可能把所有模型全部打拨下来 我觉得这里面挑了两个用的比较多的模型 假如你的电脑支持外网的话 你可以连外网 那么你就下载这个11G的这个 他这个模型是自动下载的 打开圈的自动下 如果连不了外网的话 那就没办法了 你只能用我下面这个50G这个包 然后解压之后呢 我们还是启动 我这边呢打了两个这个启动程序啊 但实际上来说呢 这两个一样 就大家随便选一个就行了 他们俩最终的效果出来是一样的 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然后我给大家提一下这个50系显卡的事 很多人可能这个显卡换到50系了 可能之前的老版本不能用 其实这个50系和这个之前的显卡的区别呢 就在于他对于一些第三方库的一些支持不一样 大部分情况来说呢 你可以把那个老版本的这个套层 把它升级到2.7.0 然后呢这个CUNA呢是支持到128 只要你升级到这两个老项目呢 基本上也能用 但是假如说这个老项目里面有些这个第三方库 它不支持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的话 以及像后面的这些东西 如果它不支持的话 那么可能是不能用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使用50系显卡的话 那么可以自己来升级一下 因为他这边说这个50系呢 处于测试阶段可能不太稳定 所以说我这个包呢 也是这个40系的这个 点这个按钮我们启动 这个是这个使用界面 首先呢我们这个功能比较多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是两块啊 一个是视频生生器 一个是这个视频萌版创建器 最后这个配置呢 其实你改不改都行 首先的是模型列表 大家看到了非常多 因为它支持的项目比较多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模型去使用 我们这个文身视频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个 给大家做演示 它支持LOLO模型 给大家一看就知道 然后刷一下 这边没有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边就下载下载是吧 为啥这边没有呢 它提供的这个所有的LOLO模型 它只支持这个图生视频 比如我们画一个这个图生视频的模型 表示这个 这个是图生视频 大家看这边就有了是吧 呃 所以说这个模型呢 你自己下载这个模型的时候 自己注意分类 它支持的总类不一样啊 或者是对这个后面这个数字也有效 它可能有的支持1.3B啊 有的支持这个14B啊 所以大家下载模型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这个LOLO模型的一个要求 好接下来的这边是这个提示词啊 我们找一个 我这边准备了一些 就这个 它这个是戴着墨镜的白猫 坐在冲浪板上 海边 这样一个提示词 这边呢是最大分辨率 这个大家自己选 帧数啊 16等于1秒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最终视频的长度了 这个大家自己选就行了 我们这边稍微小点啊 跑过2秒就行了 推理步骤数 它默的是30 这个大家正常情况也不用改 呃 然后这边的是高级选项 高级选项内容呢其实也是常见的一些设置啊 大概把一些需要注意的提一下 每个默认视频生成数啊 就是这个 最终视频生成的数量 我们默认是生成一个视频 这边你可以自己去改 视频越多呢肯定生成时间越长 然后LOLO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 激活的这个LOLO模型 大家看到这边 呃 这个 模型是没有的 因为它这些我们这个模型的支持的是 图生视频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我们这边给大家下载了一个 支持这个文身视频的一个模型啊 在这边可以找到 也是官方推荐的这个模型啊 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啊 5月20号的更新 然后它给我们添加了一个这个LOLO模型的支持 是一个精简的一个模型 4到12步 完成精明的视频 这个是目前为止应该是比较好用的一个LOLO视频啊 所以我就给大家下载下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边使用 然后呢官方这边告诉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LOLO模型啊 我们做个例子 这个下面 它首先呢让我们下载 我们下载了 然后呢这个选择这两个型号这个我们也选了 那么打开高级模式 这种指导比例1换挡比例7 那么就相当于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是1 这个呢是7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0.3 作为这个LOLO的一个比例 在这儿 就是0.3 这样的话就可以使用这个模型了 当然就是这个数字呢官方推荐的 大家可以自己改 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就行 然后这边选择完之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去点这个生成按钮 然后这边就开始生成了这边呢是加载模型 因为这个模型呢已经给大家下载了 所以它会直接加载 如果你选择的模型没有下载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它会开始下载这个模型 但是这个需要连外网 这边呢它加载完之后就可以运行了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这边就不去这个 等这个结果了 因为我之前跑过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最终生成的效果 这个是视频啊 看一下 大家看这就是这个效果 还是能看见这个海浪在动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自己来试 然后给大家提出这个配置的事 这个里面有个性能 性能这个最下面这儿 有一个这个选项啊 在不损失质量的情况下 提供10%的加速啊 但是需要占用内存 因为我这个内存比较吃紧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关掉了 如果大家内存大的话 那么就把这个打开啊 然后点下这个应用就可以了 好我们翻回来 我们刚才呢 说的是这个纹身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图身视频 图身视频的模型呢 也有很多啊 比如说这个啊 那么这边呢 它支持很多的这个Loreal模型 大家可以自己选 然后这个下面的两种模式啊 使用这个图片作为开始 然后这个呢 是这个起点和终点 就是手针和尾针嘛 这个是好多人需要的内容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 因为这个模型 我没有下载这个 我这边用的是这个 这个模型啊 这个是官方推荐的 官方这个星天的一个模型啊 它是一个经验版的模型 不到一分钟 即可生成这个非常高质量的视频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 给大家做演示 然后我们选这个 然后用这个图片呢 作为一个视频的开始 这个第二个呢 是这个上传一个视频啊 视频继续 就是这个视频后面的内容 它会去做推演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功能 这个呢是仅仅是文本 这个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 我们就用这个第一个来做演示 然后呢 我们这边需要输入一个提示词 这个我试一下中文好像也可以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中文的效果 这些就不改了啊 那么这个实践呢 还是60 全部让它默认就可以了 呃 然后我们来直接来开始 这边呢 还涉及到一个这个提供样本 扩展这个实力啊 提示词的一个增强 点的是没有用的 为啥呢 因为我这边关掉了 它这个配置里面有一个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提示词的一个增强 我这边关掉了啊 因为它需要下载一个8G的额外模型啊 大家如果想使用这个提示词增强这个功能的话 那么需要在这边开一下 提供一个样本 那么再点一下 它这边会同时生成两个队列 会生成两个视频啊 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就等一下这个结果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结果出来了啊 大家看这个花了两分钟 看看这个效果 一个女孩在跳舞 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它只有两秒嘛 所以后面的没有 后面我们看不到 项目的这个生成视频的效果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一个项目等于三个项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功能啊 就是这个视频蒙版创建器 它这个有一个教程 但它一个视频找不到了 算了 我给大家直接演示吧 第一步啊 上传一个视频 假如这是我们的视频 播放一下 好 这么一个简单的视频 然后呢 点那个加载 它可以把这个视频里面 你选中的物体 去把它抠掉 出来了 因为它需要加载一个模型 所以刚才卡了一下 这个很正常 然后我们来点一下啊 然后我们把中间这个人 给它抠掉 选中了 对吧 然后再点这个身体 这样整个人都选中了 那么点这个呢 可以改变它整体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然后点这个 清楚就没了 然后点这个生成视频抠图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啊 好 这边就出来了啊 大家还有两个视频 一个是这个遮罩视频 一个是黑白遮罩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的 去创建你需要的一些效果 它这个人给抠掉了 这个呢 是只有这个黑白遮罩 它的功能就这样啊 呃 我们今天内容就得先啊 大家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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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